相机是一个能捕捉和记录时刻的工具 也是被受追捧的电子产品之一 随着人们对经典与复古形式的追求 传统胶卷相机又重新开始流行 对此,一些商家就为爱好者们提供相关服务 其中,位于雅加达南部自2018年开始 进行胶片扫描与冲洗 售卖胶卷胶片和胶卷相机等 老板法定理表示,他们不仅提供洗澡服务 也是一个推广胶片摄影的社交中心 他说,胶卷爱好者年龄介于16岁至55岁之间 而在这个万事及时的设字时代 他们也想为当代年轻人提供一种分享空间的艺术形式与体验过程 法定理表示,供应进口胶卷也成为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据了解,等待胶卷冲洗并猜测是否有胶卷烧毁的时刻 是数字相机或智能手机中模拟效果无法带来的乐趣与体验 美图新闻,专门们,社群,采访报报道